阿布故事 渔夫和金鱼 从前,海边住着两位老人 老头捕鱼,老太太在家里仿杀 一天,老头从海里捕上了一条金鱼 金鱼说 老爷爷,放了我吧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老爷爷把金鱼放回了大海 好,自由自在地游吧 我什么都不要 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气得骂人 你这个蠢货 家里只有破木盆 你哪怕讨个新木盆也好啊 老爷爷又回到了海边 向金鱼求援 果然,家里又出现了一只新木盆 老太婆又吼道 傻瓜 去要个木房子嘛 老爷爷又去找金鱼 金鱼答应了 原来的草棚变成了漂亮的木房子 老太婆又说开了 老太婆又说开了 告诉金鱼,我要做贵妇人 老头又去向金鱼要求 金鱼又同意了 老头回家一看呀 老太婆已经变成了贵妇人 坐在楼梯上训施仆人 没过几天 老太婆又想当女皇 老爷爷实在没办法 只好又去找金鱼 金鱼又让老太婆当上了女皇 她还经常受到大臣们的朝拜 不久 老太婆又提出了 要当海上女霸王的要求 让金鱼来侍候她 金鱼听了之后什么都没说 转身游向了大海 老爷爷回家一看 一切和原来的一样 老太婆坐在草棚边 脚边放着破木盆 小贴士 故事告诉我们 追求好的生活处境没有错 但关键是要适度 过度贪欲的结果 必定是一无所获